夏季是流汗最多的季节 那么汗与人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汗业与人的生理病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汗业主要的成分是水 其中98%至99%都是水分 剩下的则是尿素、氨、多态等等的物质 由于排出的尿素、氨等废物很少 因此出汗只是为了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 过度出汗的排毒去湿作用是不科学的 人体最主要的排泄解毒器官是肾脏和肝脏 通过出汗获得的排毒效果是微乎其微 但是如果大家出汗的部位是这几个部位 很可能是中风的前兆 所以一定要警惕这几个异常出汗的部位 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出汗 一般气温超过30摄氏度 人就会开始冒汗了 通过汗液的蒸发带走身体的热量 实体温下降 而在30摄氏度以下 表面看不到汗珠 但是体表一直有汗液在挥发 这就是非显性出汗 如果大家出现这几个异常出汗的部位 那么就代表身体出现了疾病的前兆 来跟小编看一看吧 一、手部出汗异常 有不少人都会有出汗手的情况 甚至不论冬夏就是爱出手汗 而手汗是脾胃虚热 体质亏损的表现 一般来说脾胃有孕水化湿的功能 若此功能变弱 湿热便会预及在体内 湿热下驱 从而引起四肢抹烧多汗 所以一旦发现手部出汗异常 那么就要注意养脾胃了 再来就是颈部出汗 轻微出汗是正常的 但如果颈部经常大量出汗 则可能与内分泌不调有关 一定要及时就医 以避免造成严重的疾病 再来就是额头出汗 单纯的额头出汗 如果没有其他症状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重病患者 突然额头出汗不止 则可能预示着疾病的恶化 如果突然间出现一侧的额头出汗 很可能为瘤或囊肿刺激 胶感神经所致 应该要提高警惕 立即到医院得到检查 再来就是偏汗 偏汗是指突然间半身出汗 身体的左右半身汗 或者上下半身汗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气血偏虚 加斯坦组织经络所致 这种出汗不为奇特的显现 也很可能是中风的先兆 因此如果出现这种出汗的特征 一定要提高警惕 即使采取措施以防发生意外 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 夏季出汗稍多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补充水分 以免身体脱水或出现中暑的情况 但是如果出现稍微冻一下就大汗淋漓 或者一天之中多次大汗的情况 那么就要注意身体健康状况了 在夏季大家可以多喝苦丁茶来清热或 润造神经 也可以多吃番茄、柠檬、葡萄、猕猴桃等等的水果 它们的酸味既能炼汗止泻去湿 还能够预防流汗过脱而耗气伤阴 所以大家如果出现这几个部位 总是异常的出汗 那么就要立即到医院得到检查 以查清病因改善症状 以避免造成严重的疾病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